紓壓玩具界中的這個霸主 不對啊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照片不是寫這樣啊 他騙我欸 這可以退貨 大家好我是JMANN 歡迎收看今天的JMANN開箱 去交給大家的開箱呢 就是在我面前的這一盒 好不好 非常厲害喔 絕對是我們的 紓壓玩具界中的這個霸主 非常的誇張 我當初看到他在蝦皮上面的照片的時候 決定說買了 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買來開箱一定是很爽好不好 所以我們把它買過來 但是沒想到寄過來的盒裝狀況非常的爛 我個人懷疑是被退貨 但也不貴啦 這個台幣199加運費大概260左右 那我們就直接打開給大家看 我費了一生的精力 集合10種殺人武器一生的超級 紓壓霸王 啊 名字就叫做 要你命3000 啊 終於研究成功了啊 Chris 靠邊一點 遠一點 再遠一點 是嗎 那我倒真想見識見識 要你命3000 啊 每樣都能夠獨當一面喔 來囉 紫尖陀螺 可以自己插了插頭喔 可以轉的螺絲帽 啊 可以自己鎖的鎖頭 莫名其妙的小腰帶 莫名其妙的小鞋子 每一樣都能獨當一面啊 啊 你這個老賢金兵還不快點去死 登一登 好 各位 這個就是我們買的超級紓壓神器 不得了啦 這個多年前我開箱過 紓壓方塊 那紓壓方塊上面就是有各種紓壓的東西 然後這個呢 就把它全部混合在一起 可是 這跟我在網路上看到的不一樣啊 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沒有鞋子啊 反正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指尖陀螺 好不好 直接一個指尖陀螺轉上來 然後呢 莫名其妙 這個字體 成為一個迴路 自己可以插的插頭 它在網路上賣 是在講說 它是這個 給小孩子玩的益智玩具 讓小孩子從小 就可以學會如何插拔 插頭 然後呢 這有需要嗎 是被騙錢 有一個很大的 六角螺絲帽 可以鎖進去 從小 培養小孩子 當建築師 當工程師 當祭師 的這種 小夢想 是不是 厲害了 從小 教小孩 怎麼綁鞋帶 不對啊 我看到的 我看到照片不是寫這樣啊 我當初買來的時候 上面是有水龍頭的耶 啊我的水龍頭耶 他騙我耶 這可以退貨 因為你是要水龍頭 我是要水龍頭 我才不要什麼螺絲帽 我要水龍頭啊 怎麼沒有水龍頭啊 重點是上面還有很多 還有開關 他沒有給我開關 有開關跟一個那個 那個滾輪 就是那個桌子下面 或是椅子下面的滾輪 結果給我一個 鞋子 給我一個鞋子是怎樣 這鞋子還可以自己綁鞋帶 你敢信嗎 這鞋子可以自己綁鞋帶 不是啊我要開關啊 沒有開關嗎 他有 還有鑰匙 鑰匙的話 是做一個新型的愛心鎖 這可以開嗎 我來試試看 不是啊這打不開 這個如果給小孩子玩 然後鎖打不開 很不舒壓耶 很暴怒喔 這個我 我來玩我真的 從小就有躁鬱症 這個鎖壞掉了啦 我想 難怪這盒子爛成這樣 一定被很多人退貨過 這盒子 要你命三千 應該被退貨過很多次喔 好這鎖打不開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意義不明 有一個小腰帶 讓小孩子學會 怎麼樣細安全帶 那這邊還有一個小鏡子 這個鏡子是一個貓咪形狀 意義不明 可以照鏡子喔 可以耶 看的不是很清楚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然後你就 那如果心情還是不好 你就轉轉螺絲帽 但實在是 脾氣太差了 還是很生氣 怎麼辦 你就插髮一下插頭 老婆戴你綠帽 怎麼辦 轉一下綠色的指尖陀螺 這個蠻會轉的喔 這個比我上次買的那個指尖陀螺 八百塊那個還會轉喔 還行喔 鞋子沒穿好 放鞋帶 好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 蘇壓界的霸主 原本以為是蘇壓界的霸主 可是我覺得差一個 我要開關啦 沒有給我開關 而且被產品圖片 這跟我多年前開的那個指尖 蘇壓方塊好像 我覺得多年前的蘇壓方塊比較蘇壓 這個真的比較像是給小孩子玩的玩具 因為它做的尺寸比較大 然後可以去玩它 好 好很好 這個我們又再次的完成了一次的廢物開箱 要你命3000 蘇壓玩具機的要你命3000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